老師您在我們簡報第一頁呢 有一個設備資訊 您把它打開是一個Google試算表 那我們這個資料呢 您從下面這裡切換一下 因為預設進來是上一次的 我們的開發版的資訊在右手邊 第二個是1月6號的 您把它點下去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這邊前面不是有編號嗎 看這裡 878889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開發版上面那個號碼 就是您剛剛在這裡的時候 這邊不是有這個號碼嗎 所以您盒子裡面這個號碼 比如說我這個是97 我就找到我這邊 97的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設備 就是WV097 所以你先看一下這個 應該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那我們呢 WebDuno在用的時候 它會需要控制的話 是會需要前面 後面這個叫做Device ID 這個 如果你要在程式裡面控制它 需要知道後面這個號碼 那如果是您要進去開發版設定 需要連線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就要進去設定它的相關的那個 那個韌體 我們要找的是前面這個 所以如果你插上電之後 您的那個Wi-Fi的清單 裡面就會看到它 因為WebDuno走的是Wi-Fi 所以它有沒有接上您的電腦 不是那麼重要 它只是接電而已 所以您用行動電源啊 那些都OK 這個是您可以先稍微對一下 就是找後面這兩個號碼 後面這兩個號碼 後面這兩個號碼 看看您的設備是哪一個 OK